一棵12公尺高的人造耶诞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树起 上头装饰着象征和平的白鸽 树顶是乌克兰国徽三叉戟 灯饰则是象征乌克兰国旗的蓝黄色 许多居民冒着零下低温欣赏这棵耶诞树 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 绝对不会让俄国人从乌国人民手中 偷走最重要的新年和耶诞节 而总统泽伦斯基也没有闲着 他再度前往战争前线 这次来到东部前线城市巴赫姆特 慰绕乌军 在泽伦斯基讲话的同时 还可以听到炮声隆隆 俄军连约猛攻巴赫姆特 但都被当地乌军守了下来 导致战况陷入胶着 而泽伦斯基与军官会面之外 还特别受奖给乌军 感谢他们誓死坚守家园 巴赫姆特昔日以葡萄园和盐矿闻名 如今残忍的壕沟站和炮站 已经将这座城市与周边大部分地区移平 不过俄国总统普丁显然还没有要停手 普丁九月宣布将乌克兰的顿内茨克 卢干斯克 赫尔松和札破热四周并入版图 但俄军从来没有完整控制这些地区 上个月还在乌克兰长达数月的反攻之后 被迫撤出南部赫尔松州首府 在地面遭遇挫折之后 莫斯科已经改变战略 加强针对乌国军事和能源设施的空袭行动 因此让外界担忧 这场战争离结束恐怕遥遥无奇 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情报头子 甚至警告俄罗斯明年对摩尔多瓦东部 发动新攻击的几率非常高 因为俄国仍然想要保住 经乌克兰到摩尔多瓦分离地区 外涅斯特之间的路上走廊 如果真的是如此 恐怕离引爆欧洲的全面战争更进一步 欢迎新闻孙玲 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